打開APP界面黑色LOGO 有著像鍵盤at的符號 它不是IG抖音 而是現今最夯 Meta公司旗下社群平台Threats 上限不到一年 台灣不僅流量高居世界第二 平均使用時間更是拘貫全球 我一開始就下載 Treat上面有可能發生一件 什麼事情 我可以一句話就在上面解決 那網友可能有同感的就會回應我 年輕族群認為可以 暢所欲言通通都在華 為了J星連不少粉絲都愛用 我覺得摧毀紅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蠻多藝人 會直接在上面說 自己可能今天去了哪裡 然後一堆粉絲會跟著去跟風 根據網站分析公司 4月資料顯示 Threats在全球世界流浪占比 以美國24%最多 第二名禁止台灣 再來是越南 日本和巴西 然而在平均使用時間當中 台灣民眾平均一天使用十分多鐘 遠遠超過美國的5分12秒 不過有網友點出 沒有廣告是關鍵 也有人認為台灣本來很少人在用X 沒有類似社群媒體競爭 但更多網友表示同溫層很厚 政治文都在上面互相取暖 專家也點出近期於立法院外投抗議行動 就是透過Threats的號召以及匯集 光鮮亮麗就會留在IG 但如果是這種比較悲催或憂鬱 甚至是有一些社會反動的這些東西 就會留在用文字的方法 在這次的Trade上面去表達 Mita旗下IG負責人莫斯里表示 Threats在台灣的表現確實出色 也點出台灣的使用者 有不少比例會觸及政治發文 不過用戶如果沒有主動 追蹤政治類帳號 演算法是不會主動推薦相關內容 如今Threats成為繼臉書IG後 台灣年輕人最愛用的社群網站 流量制霸全球 也另類成為討論話題 記者陳信念顧衛宣 台北採訪報導